大家好 这里是历史客战 近代女将传奇 今天来给大家聊一聊 开国将帅中的武功高手 首先在时代演唱里面 像朱德 彭德怀 贺龙 陈毅等人 其实都是领武功的 其中以贺龙武功最高 贺老总家可以说是武术的世家 爷爷贺龙氏还是清河的武具人 因此贺龙氏从小就开始习武了 早在1931年的时候贺老总部队 住在武当山跟武当圣的道长 权真派第15代传人许本善的关系很好 还跟他学过武当的拳法 在时代大将中 陈庚也是出生于武术的世家 爷爷陈毅怀还当过清军的管代 陈庚从小就跟着爷爷习武 十八年武艺是样样精通 后来黄埔军校中流传了 蒋轩云的比贺中寒的岁 领不过陈庚的腿 其实说的就是陈庚的腿功非常厉害 不过在另外一位大将面前 陈庚的功夫可能就要差一点了 这个就是徐海东 跟贺龙陈庚偏重渔战场面的功夫不同 徐海东练的完全是民间的武功 徐海东出生于姚公的家庭 无意中遇见了八卦掌的传人范清风 看他是个练武奇才就收发为徒 教他八卦游身连环掌 有一次爱他的热闹的陈庚就摆了个局 让徐海东跟徐世友较量较量 结果徐世友甘拜下风 再来说一下 徐世友是生性豪爽 留下来的传奇故事也非常多 因子灵气也非常大 甚至成为开国将战中武功高尺的大名寺 这徐世友虽然出生于少林 但其实是去少林当法义的 只有闲下来的时候才能去跟着学几成 属于是万功万学 当然徐世友天赋是极高的 就像金庸小说中的虎公投驼 即使不是是专门练武的 也同样是练就了一身非常高的武功 上将中贺品年也是一位武功高手 九岁就投到了武当门下 先是学习灵骁进化 但贺品年生性粗厚 认为剑太勇气了 就改学学习刀法 参加武军后 贺品年一直跟着贺龙 也跟着贺龙学到了不少功夫 后来贺品年在战斗中失去了右臂 就改学了所省刀法 成为武军赫赫引民的独臂刀王 提到过了徐世友 那咱们就不能不提中将前军 中将前军跟徐世友是同处于少林 逼徐世友晚近五年 虽然是徐世友的失利 但武功却不在徐世友之下 至于前军跟徐世友到底是谁更厉害 意义只是个谜 因为前军生性轻逊 很少跟人比武 尤其是跟徐世友 用他的话来说 徐世友是我的师兄 师弟怎么能跟师兄交手呢 在正将里面还有一位高手 在乡江突围时 孙锦仙率后与敌军展开肉朵 最后大刀砍九日刃 刺刀也断了 硬是赤手公拳 杀出了一条血路 冲出来后 孙锦仙全身的衣服都被血浸透了 但没有一滴血是他自己的 这个长久简直就是当年 方氏玉闯针的上百倍 绝对是战神 那么在这七人中 徐世友能排第几呢 个人认为啊 他是排不进前三的